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香港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个精彩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朱静一的《静你是一个汉字艺术展》 在香港路百空间火热进行中 展览通过幽默的书法作品 探索汉字与当代青年文化的连接 吸引了众多年轻观众前来打卡 朱静一用她的创作 带我们校对人生的各种情绪不容错过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股市表现 香港恒生指数小幅收跌0.13% 但恒生科技指数却逆势上涨0.3% 其中,小鹏汽车和联想集团表现抢眼 分别上涨超13%和12% 虽然整体市场波动不大 但个别股票的亮眼表现还是让人眼前一亮 最后,一则来自英国的离奇新闻 引发了广泛关注 一名英国男子被控协助香港情报部门进行境外干预 近日在获得保释后离奇自杀 警方正在调查此案 而这一事件也在香港圈子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案件的真相究竟如何,令人好奇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新民晚报报道 朱静一的《静你是一个汉字》 朱静一可持续性艺术展在香港露百空间展开 七个展示空间代表七种情绪 反映了朱静一的心露历程 朱静一通过幽默诙谐的书法作品 将传统与现代青年文化连接打破了书法的严肃感 同时保有对传统的敬畏 他分享了自己从南京师范大学国画班毕业后的曲折经历 以及在2020年大病后重新学习写字的过程 展览通过多维度的展示 为年轻人提供了校对快节奏生活的哲学 并设置了舍弃就我的打卡环节 观众可以将代表情感依赖的就玩偶捐赠给有需要的群体 展览将持续至9月17日 网易财经报道 香港恒生指数5月22日收跌0.13% 恒生科技指数上涨0.3% 其中小鹏汽车涨超13% 联想集团涨超12% 碧桂园服务涨超7% 蔚来涨超5% 然而中国白银集团 中国黄金国际跌超4% 网易跌超3% 这一天的市场表现显示出科技股的强劲势头 特别是联想集团的涨幅超过12% 显示出市场对科技股的信心 加拿大之声报道 英国警方公布特里克特的死亡事件 他的尸体在伦敦西部梅登黑德的格伦菲尔公园被发现 特里克特上周刚从英国法院取得保释 但增透露会自杀 特里克特来自英格兰东南部 曾任西斯路机场边境部队 及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 案发实为移民局执法人员和私家侦探 他被控协助香港情报部门进行境外干预 与两名香港人士本应于本周五在提堂 特里克特的家人对他的死亡表示悲痛 希望媒体尊重家人隐私 英国外交部事后召见中国大使 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指责英国捏造指控 任意逮捕中国公民和诽谤香港政府 东方日报 香港爱护动物协会香港总部 湾仔中心的24小时紧急受一级留院服务 自2022年中医疫情而暂停至今 终于宣布将于下月3日起恢复服务 湾仔中心在2021年进行了翻新 不仅改善了猫和狗的病房及隔离病房的设计 还新增了配备恒温及氧气箱的深切治疗病房 以及专为小动物而设的病房 这一系列的改进将为宠物提供更好的医疗照顾 确保他们在紧急情况下得到及时且专业的治疗 香港电台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与阿联酋商界领袖 及法律界代表的午宴交流中 强调香港作为中东国家通往中国及其他地区的门户 具备五项优势 包括法律制度的稳定性 可靠性 有利于商业环境 资金安全 及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他指出 香港是中国唯一实行普通法的司法管辖区 普通法的沿用受到基本法限制性文件所担保 这使得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及国际法律和争议解决中心的重要基石 林定国还提到 香港拥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汇聚了众多经验丰富的法律专业人员 有助于阿联酋企业在香港处理国际或跨境商业争议 明报 YUTV访谈节目导演门第二季导演门二 由电影《范系公新》系列导演陈永生 Sunny等担任主持 邀请了多位资深级后浪导演作为嘉宾 Sunny表示 《经济共13集》每集邀请一位资深导演及一位后浪导演担任嘉宾 他特别提到与洪金宝的访谈 洪金宝分享了自己在《夜问2》中设计圆桌大战的细节 展示了他不断挑战自我 求新求变的精神 黄启麟和珍伯荣则分享了与叶伟信和许承意的访谈经历 表示这些导演不仅专业且友善 令他们获益良多 节目组希望未来能邀请更多未曾访问的导演 如王家卫、徐克和刘振伟等 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导演故事 《明报》报道 Mirror成员吕绝安 Edan在Instagram上分享了他们世界巡演后的感受 他表示 这次巡演从筹备到结束历史近半年 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Edan感叹道 他们在香港开了16场演唱 会已经觉得不可思议 更没想到能在世界各地表演 他感谢所有观众和幕后工作人员的支持与辛苦 认为这次巡演的经验非常宝贵 无论在精神、体力、心态还是表演上都收获颇丰 他透露下个月会有许多不同的表演机会 正在努力筹备中并期待与粉丝们再见 同时 Edan还和郑印阮小仪合影 引发粉丝们的热烈反响 网易报道 2024年赋一丝香港春季拍卖 会即将在5月31日和6月1日举行 届时将有多位县当代国际大师与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亮相 这次春拍拍品将涵盖各种风格和流派的艺术作品 为艺术爱好者和收藏家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记者许舒敏和梁家俊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 展示了拍卖会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富一丝拍卖会一直以来都是艺术界的一大盛世 此次春拍也不例外 将继续吸引全球的目光 星洲网报道 香港艺人萱萱近日在Instagram上分享了一张 她和自幼照顾她的庸人英姐的合照 并祝英姐101岁生日快乐 萱萱带着生日蛋糕到老人院探望英姐 照片中英姐精神饱满 面露喜悦 显示出两人深厚的感情 萱萱感性地表示 如果没有英姐 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 她永远无法足够感谢英姐对她的爱护和养育 萱萱12岁时独自远赴英国留学 英姐一直视她为亲生女儿 教会了她许多人生智慧 两人情同母女 面对粉丝们的祝福 萱萱再次表达了对英姐的感谢 称英姐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养大 视她为亲人 香港电台报道 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与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广东分公司在广州签署会议纪要 旨在加强粤港两地企业出口信用保险服务合作 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融合及贸易发展 中国信保深圳分公司也将加入这一合作 根据会议纪要 三方将加强宣传出口信用保险服务 协助企业更好地利用大湾区内的政策和金融资源 提升市场竞争力 香港信保局将加大对广东重点出口企业的受信力度 帮助企业扩大在香港的采购 从而加强对香港出口商的支持 中国信保广东分公司及深圳分公司 则会为港资企业提供出口信用保险服务 支持企业拓展海外和内地市场 此外 三方还将商议建立企业海外专案资讯共用机制 支持粤港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 并定期分享资讯及交流城堡经验 共同加强风险识别 增进互相了解和合作 明报报道 OSO集团宣布被纳入MSCI香港指数 自5月31日收市后生效 集团主席间行政总裁潘志勇表示 随着业务扩张及投资者对OSO兴趣增加 预计公司会被更多的股票指数纳入为成分股 此次入选不仅提升了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知名度 也加强了他们作为香港唯一一家 专注数字资产的上市公司的信心 潘志勇补充说 集团将继续致力于推进平台 推动创新 并在数字资产行业树立新的基准 尽管今日股价收报6.8元 跌3.68% 市值达47.59亿元 但OSO准备好继续增长 并引领数字资产市场迈向新的高峰 网络媒体报道 近日一名女子在深圳海域玩蒋板时遇险 连人带板飘到香港海域 引发广泛关注 深圳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大鹏大队 立即启动海上应急救助预案 迅速组织人员驾成执法艇前往救援 搜救人员在香港石牛州岛海域 发现自行上倒闭险的女子 并将其安全转移到执法艇上 护送返回南澳渔港 该女子手臂被腾壶割伤 但无大碍 她当天与友人游玩时遇险 岂友人紧急拨打了救援电话 深圳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提醒市民 龙舟水期间需时刻关注气候变化 注意防范雷击 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避免冒险出海 若遇紧急情况及时拨打 95110海上报警电话求助 香港电台报道 香港大学牙医学院表示 香港牙医管理委员会 曾于2012年 2017年及2023年 对港大的牙医学士课程进行评审 并均给予认可资格 学院对牙管会的评审 报告意见表示欢迎 并正与政府及牙管会等持份者 积极商讨实习框架 学院指出 尼的实习安排将为本地毕业生提供宝贵的学习经验 让他们在实习期间有机会实践知识 加强临床经验 并熟悉职业情况 从而获得更全面的培训和学习体验 同时也能透过实习为市民提供优质的口腔护理服务 根据星岛日报 立法会正在审议牙医注册条例 政府披露香港牙医管理委员会 曾多次指出港大牙医学室课程的临床训练存在结构性问题 认为毕业生的临床经验严重不足 实习安排迫在眉睫 港大牙医学院发表声明称 学院一直委任海外顶尖学府的学者进行校外评审 并且牙管会曾三度对课程进行评审 均给予认可资格 学院表示 欢迎牙管会的建议 并正与政府及牙管会等持份者积极商讨实习框架 确保实习安排能为本地毕业生提供宝贵的学习经验 进一步提升他们的专业能力 从而为市民提供更高质量的口腔护理服务 星岛日报报道 美团旗下外卖平台KID进驻香港一周年 平台每日星增下载量持续增加 目前总计已有超过201万用户下载 自去年5月上线以来 KID平台活跃商家数月均增速超过30% 目前已有于1万家餐厅入住 涵盖多国菜市 KID数据显示 下午茶和宵夜等非正餐场景的订单量增长强劲 4月的下午茶外卖订单量较去年底增长59% 宵夜订单增长70% 此外由监望区居民爱叫下午茶 星界人则偏爱宵夜 首计香港的线上外卖订单量按年增长超过40% 商品交易总额增长约22% KID宣布与本地生活指南泰卖合作 推出111家优质餐厅榜单 并继续派发优惠券 推出大抽奖活动 吸引更多用户参与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谢谢